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入圍名單 這天出爐 鑑於肺炎疫情嚴重 取消了以往的記招 改以電郵形式公佈 至於頒獎典禮 暫定都會延期至5月 金像獎主席以東昇就表示 不排除會議錄影的形式進行頒獎 講回入圍名單 今年最佳男女主角競爭激烈 郭富城憑電影蜜露人 惡鬥犯罪現場的古天樂 兩位影帝對入圍都習以為常 不約而同都以平常心面對 晴晴就說 最希望是世界早日平安 至於女主角方面 先後獲提名過5次的鄭秀文 分別以花椒之味 和聖河西謀殺案再到獲得提名 等了20年 可能機會真是來了 不過對手就有少年的利的周冬雨 和金刀的鄧麗恩 都是一場惡鬥 蔡卓然憑聖河西謀殺案 各族最佳女配角 挑戰以金刀入圍的金像獎 嘗下爆起正 《少年的你》一共有12項提名 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等 跟隨其後的是《花椒之味》獲11項提名 《蜜露人》都有10項提名 《花落誰家》就真是沒那麼易估 不妙了